蔡英文裡面 所謂的四個必須 我跟蔣安委員的看法是不同的 我認為他這裡面 藏了非常多的棉李珍 包含正式中華民國存在 我們說中華民國存在 他要加一個台灣 所以請問一下 台灣到底是一個國名 還是一個地區的名字 他先告訴我們 他的意義是什麼 而且包含他到了邦交國 去參訪的時候 他也講做President of Taiwan 大家就講說 後來他才把它改成ROC 所以就是說台灣 如果今天蔡英文認為 台灣是一個國名的話 你是不是要拿台灣 去跟人家談 另外他裡面四個必須裡面 其中還有一個就是說 包含說所有的協商 都應該要受到政府的一個 就是授權 我想請問一下 民進黨從中央到地方 通通都在執政 包括在立法院 他有超過半數的立委 大家都記得 當時在太陽花 後來在2016 他們取得政權的時候 就說要在立法院 去修一個所謂的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所以不要說什麼 政治性的協商 或政治性的協定 包含所有民生經濟 只要是兩岸的協議 都要有一個監督條例 請問一下 這個條例現在在哪裡 民進黨到現在沒有 對 民進黨中央也沒有提 習政院也沒有提 立法委員也都沒有提 所以你現在跟我講什麼廢話 什麼叫四個必須 你趕快先去立法 我才相信你 所以你蔡英文現在講的話 其實都是選舉跟政治的語言 我想把這個整個理一下 蔡英文現在身勢上漲 但是他能不能繼續漲到 一直到他選舉之前 如果蔡英文現在 他的整個的兩岸的論述 事實上已經開始偏離 包含他在去年10月 國慶日的時候還在講 所謂的善意不變 承諾不變 也就是說他還採取一個 所謂的比較溫和 但他現在這些是不是都要改變 是不是未來蔡英文沒有善意了 他未來是不是會採取一個 比較對抗的一個態度 現在看起來 要採取一個比較衝撞 跟對抗的態度 我想請問 如果今天蔡英文 作為一個領導人的候選人 他要以一個比較強硬的姿態 他覺得他可以在網路上 可以得到比較高的聲勢 但是他是不是要告訴 所有台灣的選民了 就是蔡英文 未來是比較難以去處理 兩岸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未來你的聲勢 能不能繼續的上漲 就是台灣的老百姓 要看你蔡英文 能不能處理兩岸問題 不容諱言的 在2016 蔡英文之所以 可以大勝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 因為當時他提了一個 所謂的維持現狀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說 也許蔡英文可以維持現狀 現在西洋鏡被拆穿了 蔡英文沒有辦法維持現狀 另外蔡英文在跟外國媒體 他講得非常的霸氣 我覺得他這個霸氣 是莫名其妙的 蔡英文你作為民進黨 或者蔡英文 你自己不接受九二公式 他還要求各黨派 都不能再講了 你是什麼東西 我要講的 你憑什麼 要求各黨派都不能再講九二公式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已經說了九二公式 是一國兩制 我想請問一下 台灣是現在連言論自由都沒有了 蔡英文一聲令下 你連九二公式都不能講 我要講的就是說 蔡英文把九二公式 跟一國兩制掛鉤 他說九二公式就是一國兩制 蔡英文是非常非常的 惡意的扭曲 我要講的是 如果今天是賴清德 我可能還會原諒他 因為我覺得賴清德 對兩岸東西不是很懂的人 你知道嗎 但是蔡英文做過陸委會的主委 她也參與過李登輝 整個兩國論 所以她基本上 對於兩岸的問題 她是很顯熟 很知道的 九二公式的內容 怎麼會等於一國兩制 別人可以不知道 蔡英文不會不知道 所以當她今天 把九二共式等於一國兩制的時候 剛才大家討論那個假新聞 那個假新聞的始作勇者 就是蔡英文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要很嚴肅的來面對 因為從蔡英文的 故意的用這種延遲的重批 習近平的講話的方式 挑起台灣的這個義和團的情緒 讓她自己的網路聲量升高 我覺得這個是很嚴肅的事 我這段時間確實是憂心憂慮 而且情緒是有點苦悶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平心而論 習近平的講話裡面 他沒有脫離鄧小平時代的 一個主旋律 就是和平統一是他們的主旋律 統一是他們一以貫之 從來沒有遮掩的 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就一國兩制是 從這個告台灣同胞書就提出來 一直到現在他們也沒有改變 習近平主張就是說 兩岸之間要心靈契合 那麼要用中華文化的 認同的方式來去建構 那麼兩岸之間要建立一個 經濟共同體的整個主張 其實這些說法 甚至保留軍事武裝力量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並沒有跟以前有很大的改變 沒有跟以前有很大的改變 那蔡英文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接二連三的重批 其實是故意要挑起兩岸的對立 要挑起台灣的 這種民粹的一個意識 其實這個很嚴肅 而且又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個情緒將一直挑挑挑 那麼到了2020年的時候 那九二共識的否認與否 成為台灣的選舉的軸心的話 而台灣的民眾在這段時間 如果做了一個決定 而這個決定 是非常不利於兩岸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情況 就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了 這個嚴肅的問題 可能會引發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 未來的兩岸之間的經濟的對抗 也就是經濟的戰爭 甚至到軍事的戰爭 到政治外交的戰爭 我覺得全面性都會展開 因為當台灣的民眾做了一些決定 而我個人的推斷是 大陸就不會沒有正式的一個回應了 所以我為什麼會對於這個事情 我覺得要很嚴肅 要很嚴肅的原因就是說 為什麼蔡英文一定要強烈的 否認九二共識 就為什麼她一定要否認九二共識 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歷史 我覺得國民黨這個部分裡面 歷史功課要做多一點 這一點我一直不斷 而且我們的新聞媒體工作人員 功課也要做深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九二共識跟台獨 是有直接的連結性 它是有一個非常深的連結 最早我們兩岸之間都同屬於 都是中國人 這一點問題都沒有 兩岸都是中國人的問題沒有 因為蔣介石當時主張 就是國民黨當時主張 要用武力來統一 毛澤東也主張用武力來統一 所以雙方確實發生過陸戰 也發生過海戰 也發生過空戰 那麼有用武力的方式來統一 雙方都要統一 所以是一個中國 沒有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麼之後從鄧小平上來開始 告台灣同胞書1979年的時候 改變了採用政治的統一方式 採用政治的統一方式的時候 當時鄧小平當時提出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的時候 蔣經國馬上針對性的 採用三民主義統一 中國的政治性的統一 那麼組織了三民主義統一 中國大同盟 聯合海內外的各黨派 聯合海內外各黨派 要來跟大陸採用政治的對抗 但是還是主張一個中國 也就是一個國家一個中國 當時鄧小平提出兩國的 用兩制一國兩制的方法 也就是參考了美國 參考了歐洲 解決他們政治敏感性的方法 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 包容在一個國家內 蔣經國是不同意的 蔣經國主張一國一制 只能夠用三民主義的體制 來統一中國 這是一國一制 所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 蔣經國主張是一國一制 到了1990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李登輝 把三民主義統一 中國大同盟改變了 改為國統綱領 他的國統綱領的 基本的法源的依據是說 他要根據民主自由均富 要立出中國的統一 所以也是一國一制 所以李登輝的主張 也是一國一制 也就是說 他從來沒有統一一國兩制 他統一的是一國一制 要用民主自由均富來統一 立出中國的統一 這是李登輝在1990年 成立國統綱領 成立國統委員會的一個主張 但是明明白白 李登輝主張的是 立出中國的統一 但是暗底下在推獨立 因為那時候李登輝 還沒有足夠的勇氣 直接推獨立 暗推獨立 所以在台灣搞暗讀 在搞暗讀的時候 大陸感覺李登輝在搞暗讀 所以一直逼著李登輝 你對中國的態度是怎麼樣 所以才會有1992年的會談 談到了確立一個中國原則 是兩岸都認同的 那也就是逼著你台灣的代表 大陸的代表 在這個部分裡面要表態清楚 1992年的真正的核心精神 其實就是一個中國原則的確立 1992年的會談 談到了確立一個中國原則 是兩岸都認同的 那也就是逼著你台灣的代表 大陸的代表 在這個部分裡面要表態清楚 1992年的真正的核心精神 其實就是一個中國原則的確立 但是台灣這邊說 我們各自表述 誰代表這個中國 所以一個中國的確立 是在1992年 這就是為什麼李登輝 後來要推翻說 沒有92共識 沒有92共識 李登輝就是要否認 就是一個中國 就是要推台獨 蔡英文為什麼要否認92共識 民進黨為什麼要否認92共識 其實就是要推台獨 就是否認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本來從蔣介石蔣經國 到李登輝的92年的會談 92年的談判 其實都是承認一個中國 李登輝所設立的國統會 也要立出中國的統一 一個一國一制 所以你今天你不要一國兩制 你就是要的 難道是一國一制 好 如果你不要92共識 難道你要推台灣獨立嗎 今天不要和平統一 難道你主張的就是用 武裝力量來統一嗎 你用武裝力量來統一 中國大陸還是用武裝力量 被中國大陸統一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道理都很清楚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台灣自己要想清楚 你今天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要推的是獨立 你敢推獨立嗎 你能夠推獨立嗎 你會推獨立嗎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全世界目前國際之間 聯合國的一個主張 寫得很明白 都是一個中國原則 跟我們台灣有 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 也是主張一個中國 跟大陸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 也是主張一個中國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主張 兩個中國 或是有哪一個國家主張 台灣是獨立共和國 美國也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 不是就這麼簡單嗎 主政 我補充一下 這個是昨天 《中國時報》的頭版頭 因為前一天蔡總統 跟外國的媒體查序 所以他下的標題是 蔡總統欺騙國際 我呼應剛剛賴教授講的 如果你要在台灣 做一個外國媒體的特派 你一定要相當的邏輯 跟對兩樣點 欺騙國際 他講他把九二共識 跟一國兩制綁在一起 那些外國媒體記者 會被騙嗎 這我打個問號 外國的政府會被騙嗎 比如說美國 日本 歐盟 這個我打個問號 我給大家看之前 蔡總統最近的這些活動 因為我都很關心 回廊談話 連續的三次 然後最近非常密切平板的 有各種的查序 還有臉書的PO文什麼的 蔡總統的確就如同 剛剛主持人講 他在蹭身追擊 他認為他現在網路聲量很高 就不得了 趕快 但是這個東西 我相信對岸他不會上當 他這樣翻 剛剛獨派大佬也不會上當 所以蔡總統這一招 能用多久 這是昨天臉書寫的 你要回應柯文哲 一日行情的說法嗎 謝謝你挖洞給我挑 蔡總統今天 昨天臉書寫 他說我們還要一起走出同溫層 主持人這個我看不懂 什麼叫做我們一起走出同溫層 他感覺現在支持 他的人都是同溫層 可是我們沒有在同溫層裡面 是你自己在同溫層裡面 蔡總統你不要幫我們牽托在一起 柯文哲昨天講說 這句話柯文哲講很多次的 不需要解釋問題的人 需要解決問題的 顯然柯文哲不是 顯然蔡總統也不是 我最後我要回應這個 剛剛賴教授講的 我很同意 不管是這幾個概念 其實我們都需要論述 我們需要大辯論 我接賴教授的話 如果講錯請賴教授指教我 我請問觀眾朋友 如果要被統一 如果要被統一 我這是一個大前提 如果要被統一 請問一國一制比較好 還是一國兩制比較好 我不是同派 我也不是獨派 我說如果要被統一的話 一國兩制比較好 還是一國一制比較好 其實這個都要討論 所以我剛剛公投的部分 我覺得很好 應該多多去論辯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